在这个单位我们介绍 ECL函数应用里面 CORN CAT函数的四种用法 第三种 添加前置置元 那这做法怎么做 我们到ECL这边来看一下 假设我现在有姓名 有成绩 如果它的成绩 大于等于60分 的话我就要说它什么 通过 那我就写姓名冒号通过 如果小于60分的 我就什么姓名冒号 不通过 那这要怎么做呢首先第一个 等号以辅瓜胡 我们先判断这个成绩 它是不是大于等于 60分 如果是的话 我们就要写通 过 否则的话就是 不通过 有没有 Enter 然后你就看到 它是不通过 点两下 两下通过 有没有 好那这下我们要加姓名 加冒号 加我们这个 原来这个通过不通过 有没有 那我们就可以在前面干嘛 直接 concat t刮胡 姓名在哪一个储存格 在A2 所以就A2 点一下 然后呢 and 冒号 我的冒号符号 有没有 然后再逗点 第一个参数是 A2 and冒号 就是我的test1 第一个文字 文字区段 以辅判断式里面的通过 跟不通过 是第二个文字区段 有没有 最后面右括号 Enter 它就会跟你讲 徐胜 不通过 有没有 点两下 然后呢 林子涵不通过 徐大海不通过 有没有 冯毅通过 秦德海通过 有没有 上官邱也通过了 有没有 这样子 它会这样直接秀 这种是利用什么 秀NCAT 把它结合起来 把文字结合起来 都可以 好